出現一級大火,請消防員立即出動 重複,出現一級大火,請消防員立即出動 重複,出現一級大火,請消防員立即出動 又說大火?在哪裏? 其實是在我媽媽的頭上 剛才不小心弄到書桌邊 然後她就著了 臭小子,你又弄壞東西?這次第幾次 你是不是要弄壞了全屋的東西才安樂? 這次又這樣,上次又那樣 哦,就是這樣,讓我教你弄好去吧 第一步就是清走舊收邊條 把鬆沙的部分弄走 之後就著邊位的長度 剪出略略長的邊的收邊條 然後用熱風窗略略吹容收邊條上面的膠水 在木架斯的邊位貼上收邊條 記住要對齊一邊,另一邊有去凸出來 再用熱風窗吹收邊條 記得不要集中只吹一個位 要平均吹收邊條 不然它可能會變形 然後用毛巾壓緊邊 剪走多餘的部分 最後就是用砂紙磨好邊去 木架斯邊位就是這樣修補 接下來就靠你了 嗯,我來了